Hello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然后打开小铃铛咯 好,刚刚在上一个影片呢 我们有提到 Content is king 那Queen是谁呢? 没错,是backlink 我相信一部分人都有猜到,对吧? 那这时候你是不是有疑惑了 那什么是backlink呢? 我们一直都有提到backlink这个词 它对SEO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之前就有大概提到说backlink 也就是反向连结 它其实也可以被称作为 inboundlink 其实就是从其他的网站 去到你的网站的那个连结 其实啊,backlink是对SEO有非常大的影响哦 想要做好SEO 首先你必须要了解 如何设置好backlink 还记得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中有提过 如果你有帮自己设置好backlink 那么当其他权威性 或是排名比较高的网站推荐你的时候 你就会比自己慢慢 从新手网站爬到更高排名 来得更容易更有效,对吧? 所以不要只是盲目的去优化你的内容 设置好backlink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知道要怎么才能设置好的backlink吗? 首先你可以通过block的方式 来设置你的backlink 如果你的网站是有在写block的话 那你可以把你的block 成交到一个叫做block目录的地方 这时候你们一定会问 什么是block目录啊 简单来说 一个block目录就是能够增加你网站曝光率的地方 让更多网站copywriter 能够看到你的网站内容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写网站内容的时候 引进你的block 也就是设置backlink 这样子就能帮你的网站提高曝光率哦 那第三点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哈罗对吧? 哈罗代表 help a reporter out 是一个为记者们提供在线服务的地方 让他们可以更轻松的收集一些公众的反馈和意见 这时候你们一定会好奇 嗯? 给记者用的? 那关我屁事哦? 其实现在有很多blogger influencer 或是一些网络哄人 都很喜欢使用哈罗 来了解最新资讯 那哈罗其实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首先你只需要在哈罗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你就会收到一些email 在打开email后呢 你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的topic 这些都是用户所提出来想要了解的内容 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和你的行业相关的topic 然后对此提供一些资讯和看法 最后再把内容成交回去 就完成咯 那为什么说哈罗可以帮助你建设backlink吗? 因为一旦你所提供的资料 被记者嘛 或是其他用户看中 你便可以得到在道纸上曝光的机会哦 这样得来的backlink可以说是价值非常高的 再来呢 第四点 你可以到全微信比较高的网站目录 web directory 去提交你的网站 有的新手可能会对这个网站目录 会比较难理解 简单来说 网站目录就是根据topic和网站的主题去进行人工分类 这样子就可以方便用户根据主题就能找到你的网站 比如像是google my business 就是目前最常被使用的 也是被称为现代版的web directory 如果可以建设一个backlink在一个权威性比较高的网站目录 那么无疑是获得了一张有用的支持票 但前提是必须选择有关联并且高质量的网站目录 要不然很大的可能会对你的网站带来仿效果哦 建设backlink的第五种方式呢也就是透过social media 别说00后了就算80后70后他们目前都很喜欢在social media上得到最新的消息对吧 所以我们也会推荐我们的客户建立一个social media 开一个facebook page ig page 或者是tiktok 这种比较多人使用的social media 多分享你网站里的新鲜吸引人 让路人看的都想分享的内容 才能有效的增加你网站的曝光率和点击力哦 如果还能让他们对你的网站内容感到有兴趣并且留言 这当然就更加的加分哦 最后的两个建设backlink的方式呢也就是客座博客 guest blogging和outreach啦 guest blogging简单来说就是借用别人的网站来发布自己的blog 而我们就可以从中获得网站流量 和直接成交blog的方式不同的是guest blogging需要得到该网站主人的 同意你才能把你的blog发布到他的网站去 至于outreach呢 你可以主动发email给blogger或者是联系一些influencer 请求他们转发你的blog并帮你建设backlink 这个方法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因为在你发出去的100封email里面回复你的可能只有5-6个想到的行为 所以为了避免失败 拜托拜托一定要花费一些心思和时间 去把你email里的内容和方式写好 避免把建设backlink的目的表现得太明显 让他们感到反感 或是其实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 你可以找一些专家 对就像是我们 帮你哦 除了backlink之外啊 其实还有两种link 是大部分人在做SEO时会用到的 outboardlink跟internallink 我们先来说说outboardlink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个导出链接 也就是和backlink相反的 backlink就是从其他网站导入到自己的网站 而outboardlink呢 也就是从自己的网站导出到其他的网站去 那如果你的内容中有outboardlink的话 那你的用户就可以通过这个link 来了解更多的信息 所以当你的内容引用的网站权威性更高的话 那就会表示你的内容可信度更高 至于internallink呢 就是说你网站里的page与page之间的一个链接 它能够让使用者更加方便的找到他所需要的信息 还能让google更加清楚的投放相关的page给用户看哦 这种可以提高用户体验的东西 google怎么会不喜欢呢 所以当你处理好这些link的话 你的排名就会自然而然的越来越高哦 说了那么多如何建设好backlink的方式 那什么又是在建设backlink时不能做的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谈谈很多人在建设backlink时常常会犯下的错误 第一购买连结很多人都会觉得做backlink是非常麻烦的事 那不是有的买backlink吗 直接买就好啦 然后就会疯狂买了一大堆backlink 建设在一些毫无相关的page里面 而不是自己说的backlink越多越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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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但对SEO一点帮助都没有 还会影响到网站在google中的排名 就像我刚才说的google喜欢更进尊的投放相关资料给用户 以提高用户的体验 第二点呢就是千万别随便把backlink设置在有问题 或是乱七八糟没有权威性的网站 因为他们的网站很有可能有病毒 如果你不想电脑被virus入侵的话 或是影响用户体验 那就要必须注意这一点咯 不然很有可能就会被google讨厌的 还有千万就是别把backlink建设在跟你的网站一点相关都没有的网站里 比如说你的网站主要是分享美容topic的话 但你却把backlink建设在一个金融资讯的网站 那就没有意思啦 Google一旦发现你的网站在建设backlink后 没有为你的网站带来任何意义 这不只浪费你建设的时间 不会为SEO带来任何效果 还有可能会被google扣分哦 还有最后你要记得 比如说link spamming 举个例子来说 虽然说在别人的social media 或一些forang上留言 分享看法会对SEO有所帮助 但是如果做的太多或是太故意的话 就会被认为是2E spam哦 到最后还有可能会被google黑名单 如果你是跟着google的guide去建设backlink的话 我们会称它为whiteheadSEO 而blackheadSEO呢 是通过欺骗google的方式来建设backlink 也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错误的方式 这样可是会对你的网站大大的扣分哦 总的来说 选择whiteheadSEO 并合理的利用三个连结 backlink outboardlink 还有internallink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哦 记得记得google注重的不只是量 不是越多就越好 字也是一样非常的重要哦 做错了 就像是对你自己的网站投了一张烂票一样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了 你现在已经知道kin是谁 kin是谁了 那么问题来了 Jack又是谁呢 欢迎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在下一支影片呢 就来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哦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和继续观看下一支影片哦 拜拜